中山音響進入午休時間 但今天的午餐時光很不一樣 可以邊吃飯邊吹冷氣 新北市山重並華國中配合 五月上路的斑斑油冷氣政策 今天進行全國的冷氣壓力測試 41個斑測試30分鐘耗92度電 同時總務處也利用EMS系統監控 各年級的使用電量 大概只有第一次的時候 我們自己校內測試 那有一些一兩台機台沒有過電 那我們請廠商回來做修正之後 剛剛測試半小時的結果 大概班級狀況都正常 全台529間高中值 加上3000多間國中小學 今天週五12點到12點半 同時開啟冷氣 以最高峰的電量來看 比起昨天12點半的2874.5萬千瓦 今天3176.9萬千瓦 距離最大供電能力 只差了273.3萬千瓦 壓力測試選擇的時間點是在中午 並不是我們用電的最高峰 所以系統負擔沒有問題 那全部的冷氣開機 大概估計是30多萬千瓦 對整個供電的能量還是屬於小部分 台電說壓力測試一切正常 至於學校則是先擬了一套降載流程 萬一電壓真的不夠 那我們會優先讓班級學生使用 所以我們的行政辦公室也好 或者是會議室冷氣就會暫停使用 班班有冷氣政策 只剩一個多禮拜就要上路 全台校園把握時間提前暖身 避免未來到了用電高峰期 學校會陷入跳電窘境 把學生的家庭來成為 心北創報道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 小鈴鐺 小鈴鐺